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青年认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两岸青年如何进一步交流 请来王上志分析 美国3月份的CPI超预期打乱联储局的减息节奏 日元跌破153对应美元34年来的地位 而中国3月份的CPI环比降幅一个百分点 我们请来邢志强谈谈中美经济 民调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赢过特朗普的 美国总统拜登敢不敢冒着 失去美国年轻人选票的风险 签署TikTok被剥离母体的法案 拜登曾经这么说 只要国会通过跟TikTok有关的法案 放在他的办公桌前 他就会签署 但是现在拜登可能没有这个机会的 因为他的民主党人给他一个下台阶 提议将TikTok有关的剥离法案延长到一年 被称为是美国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也是参议院的商委会主席坎特维尔 星期三表示正在讨论将TikTok的美国资产 从母公司字节跳通玻璃的实现 有六个月推迟到一年 意味着可能会推迟到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身为民主党人的坎特维尔 星期三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 赞同将TikTok美国的玻璃实现延长到一年 认为有助于议案的成功执行 美国众院在上个月13号通过的议案 要求字节跳动在六个月的时间 剥离TikTok的美国资产 否则会面临禁令 参议院目前还没有正式对议案展开审议 坎特维尔已经在星期一表示 将会跟参议院领袖商讨 如何推进参议院版本的议案 他在星期三的访问当中说 不排除会采纳众院的版本 但强调参议院的议案 必须更为稳妥和更具法律基础 来确保议案的成功执行 关于TikTok的问题 大家记不记得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4月2号会谈当中的一个话题 什么压力让民主党将TikTok的剥离问题 跟众院要保持距离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有很多的问题 只要是影响到选票的 大家都会避免他事情发生 所以对于另外一位也就是拜登的对手 特朗普来说 什么是他的压力 那就是金主的话会是他的压力 特朗普的金主被认为是很有影响力的 亿万富翁保尔森 说不可以跟中国脱钩 金融时报报道 共和党的巨额赞助人 约翰·保尔森 约翰·保尔森警告 美国绝对不能跟中国脱钩 有分析认为 如果特朗普赢得这次的总统大选 保尔森会可能出任美国财长 保尔森在贸易问题上的表达 比特朗普更为谨慎 这位对冲基金亿万富翁 上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主持 特朗普500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 并且表示 特朗普誓言要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遁忌 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保尔森表示我们不想跟中国脱钩 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需要跟他们建立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保尔森也淡化了现任总统拜登的经济实力 说美国现在的这种经济繁荣 来自新冠疫情以来 过度和不可持续的政府刺激之初 保尔森对特朗普的政绩则是大家赞扬 并且拒绝承认拜登赢得了2020年的大选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人 11号结束了在大陆的11天的访问行程 星期四中午回到了台湾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北京会见马英九一行人 在会计的时候习近平强调四个坚定 并且说外部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这四个坚持就是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坚定驻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福星 习近平表示只要不分裂国家 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 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 就家里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 增进了解累积互信 化解矛盾寻求共识 说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立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这次喜马会 大陆方面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火台办主任宋涛和副主任潘贤长 马英九在会上就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应该携手向前致力振兴中华 马英九十一号结束大陆的参访行程中午回到了台湾 他在桃园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说 这次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让台湾的年轻人深刻了解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希望他们抛开意识形态 认识到历史和文化连结不是政治可以割裂的 我这次访问大陆十一天 让台湾的年轻人深刻了解中华 历史文化认识到即使我们和大陆政治制度不同 生活观与价值观也不一样 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同属中华民族 这是我觉得这次是最重要的收获 我也希望台湾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 认识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与文化的连结 不是政治切得开的 更重要的是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昨天跟习近平先生会面 他认真地听取台湾年轻人的意见 也诚恳地一一回复 表达大陆推动和平发展 共创两岸福祉的决心 我觉得这个对于两岸交流是很正面的讯息 习先生也表达对花莲振灾的哀悼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为了会持续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让台湾人更平安 更幸福 谢谢大家 马英九一行人这次大陆参访行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焦点 但是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根源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有台湾学生说他的印象怎么样 有没有一百分 他说他可以打一千分 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有很大的感触 因为参观的地点从深圳 广州 港州澳大桥到陕西 北京等等 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从文化到科技到整个的工程建设 科技先行等等 那么这次的这个马英九一行人到大陆的参访行程 台湾方面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有人认为说只要是两岸的和平 还有促进两岸的交流 都非常肯定马英九一行人这次的大陆执行 那么在这次的会见当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示 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祝梦圆梦 持续为两岸青年的成长成才和成功 创造更好的条件 要更多的礼遇 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建相依相伴 同心同行 跑好历史的接力棒 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的青春力量 组出贡献 所以相关消息 现在马上连续的是王上志 台湾资深时事专栏作家 上志 我想先请教你的就是关于这次 习近平谈到台湾青年 希望两岸青年有更多的交流 台湾青年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和看法呢 是的 静怡 这次历史性的在台湾叫做马席二会 那么这次大家非常注意到 两位无论是在谈话内容当中 或者是在整个所强调的 都是两岸青年交流 那么青年青年 而且谈了很多次 特别是把两岸青年这方面 视为一个无论在两岸和平 或者在发展中华民族 未来发展的这个大的趋势跟愿景上面来讲 青年变成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那么针对这一点 在台湾的包括大学的校园论坛 还有一般在所谓的社群的当中 讨论当中非常多 那这里头我看到几个角度 第一个部分是对于实际实用方面 那么也在台湾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想要到中国大陆的念书也好 包括来就业也好 过去来讲大概基本上大多的盲选 很多的想象跟揣测 不是所有人有很大的机会 能够透过交流提交中国大陆 来了解实际的状况 那么未来的两岸交流 如果能够更体现更多的机会来进行的话 那么这就会使得在台湾 确实心怀所谓的这种情怀 文化情怀或中华心怀的年轻人 因此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透过自己或有更多的渠道 可以提前先到中国大陆来了解 那么除此之外 在台湾对于青年的这个定义 大概是40岁以下 这里头有包括一些就业或创业 在台湾发展的不错 希望有机会把他们的这个能力 或他们的创意 能够跟中国大陆的经济跟市场 能够有所衔接 过去两岸交流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大企业台商之类的 青年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未来如果有这样子 更多青年交流的机会 这也会使得许多优秀的台湾年轻人 无论就他们的创业 他们的能力 也能够实质的贡献在 这次马席二会当中 双方都共同提到的 让台湾青年的部分 能够为了中华民族 未来的趋势跟发展上 能够具体贡献 是的 你刚刚谈到关心台湾年轻人的 这个就业跟创业 大陆可以提供很大的空间 那么我在两会提案当中 也特别关心的 比如说台湾的青年 可以到大湾去 一夜 已婚 已居等等 所以接下来你认为 台湾的青年 如果要进行进一步的 跟大陆方面的交流 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呢 是的 新一 提到两岸青年交流 它当然是两边的 两岸的青年 要能够互相往来 大家都认识 其实说我觉得 从台湾的角度 那么其实很好奇的 或愿意交流的 其实应该是中港澳台 那么港澳台的 之间的往来的交流关系 我认为也应该在 整体的两岸交流当中 有所触及 那么在此之时 我也觉得 特别值得提醒的 在所谓台湾的年轻人 对于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交流 或者是向往 或者好奇 其实还是有点 族群的差别 怎么说呢 比如说就学 就业方面来讲 当然包括北上广深 以及各个地方的 这些知名大学 那么都是有兴趣去的 那么这个是很广泛的 但我认为 对如果是一些 特别对于包括就业 包括创业各方面 我认为现在在 在提出的这个 福建敏台生化融合 这个区块里头 我个人认为应该有更多 针对于青年方面 也包括比如说 青年的落地解决 住宅 或等等各方面 能够让台湾青年 就不只是走马看花 对于福建这个地方 无论从宗族性 包括大家在生活环境啊 天气的这个温度湿土 台风啊 等等的这些的习惯性 福建确实是可以更广为 接纳台湾青年 对于中国大陆探索 而且还有多文化 宗教性的东西 妈祖啊 都是台湾年轻 所非常熟悉的文化元素 那么这方面的 应该的青年交流 应该更密集的开展 除此之外 我也觉得有一些 台湾的年轻精英 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 国际性的舞台 比如说金融资本 或包括一些科技创业 这方面 我们认为这个部分的 台湾青年 应该更多的导引往港澳台 深圳 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这边 应该是吸纳 或迎接更多的台湾精英的 国际性能力当中的 这些的青年 能够在这里的 跟其他的 包括大陆中港澳台青年 在这里共同努力 甚至一起创业 甚至未来在这个地方 能够有机会落地 结婚生子等等的 我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 也可以作为一个 两岸青年 包括台湾青年 前往的一个 很特定族群的 一个目标所在 那么大概两岸青年的部分 整体结构 在这两天 讨论最多的 应该就是这些了 金融 谢谢上志 告诉我们台湾年轻人的反应 和接下来 他们可以如何进一步的交流 那么这次呢 习主席在会见马英九的时候 也特别谈到 外部干涉阻挡不了 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同样的这个话 应该让在白宫会面的 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们应该也听到了 下期后来关注前段消息 我们到时候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这一节我们关注的是 中美关系转变之下的 经济和资本市场 现场请来的是 邢茜茜茜茜茜茜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Robin你好 锦衣你好 我们要看这一段时间 从二季度一开始到现在 其实不到两个星期 短短的时间 中美关系就开始了变化 你认为这个变化是什么 我想就像最近的天气一样 出现了卵疫 这种回卵从三个方向 可以看出来 第一就是人员的交流 往来变多了 你像最近我们去出差 不管是首都机场入境 还是上海的普通机场 国际区排队 要入境的老外变多了 很多都是美资外商 派过来参加会议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 比去年的人流明显的多起来 开始排队了 第二点就是谈论的话题 去年春天的时候 很多海外的一些外商代表 企业家过来 谈论的很多都是 比较令人担忧的 深度的一些地缘政治的话题 从当时的气球 台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 黑天鹅事件 今天大家谈的都是 聚焦于经济 更加理性 更加有可谈之处的 比如说从合作到产能 到新能源 我觉得话题上 也比去年更理性 更聚焦了 最后一点 就是从我们自己也感受到 可能大家也感看到了 中国经济 尽管现在挑战很大 但是似乎也拖出了一个底了 最近的各项经济数据 有一些企稳的迹象 所以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兴趣 投资布局中国的兴趣 都比去年是略有回软的 你刚刚谈到这三点 能不能从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呢 有一些端倪 比如说去年下半年 是有一些像在债券和股票 这些市场上流动的资金 它出现了一些流出的现象 但是从今年二月份以来 外资基本上没有进一步的 卖出和流出了 那么有一些比较细小的净流 规模还不大 但是至少从趋势上止住了 去年底的这种撤出的势头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像刚才讲到的 很多跨国企业的领袖 这种大的资产配置 主权基金的投资总监 他来中国看 比去年看得更频繁了 虽然这个当口 可能还没有做出决定 要不要去加仓 要不要去扩大投资布置 但是至少来看的兴趣 也比去年强了 中美之间的理性 对话 可以帮助全球资本市场 理性的判断中美之间的关系 理性这两个字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体现在这一次 包括像是美国财长耶伦 到中国来等等这些问题 你觉得中国在应对 向美国对于新能源产业的 一些压力方面 中国有些什么样的 回应的特点呢 我想最近耶伦来访华 提到的重点之一 就是中国在新能源行业的 产能过剩 那中国的回应 还是非常的温和 务实理性的 那么第一呢 双方同意建立工作组 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 磋商交流 那么这就是说 把这个事得掰开了 揉碎了去说清楚 愿意继续地交流 第二呢 那么目前看起来 双方还都是 相对来讲 处于一个温和的探讨的架势 美国也没有寄出 立即要采取一些 301调查 或者关税的大旗 那中国这边呢 也是距离力争 但呢 我们想呢 最终要找到双方的 共同之处 那这种 共同之处可能就在于 大家都希望 自己的经济增长 更加平衡 美国不希望 过去几十年 它的制造业都是外包 所以它也希望 能够有一些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 它本地制造业的机会 同样呢 中国过去是 制造和供给强 但内需呢 相对偏弱 那现在是不是也到了 要更考虑 比较平衡的增长 对内部的消费需求 采取更大力的支持 这样使得增长模式 更平衡 我觉得这个 对双方来讲 都是有好处的 这次一人 到中国来提出的 一些要求 其实某方面来说 也可以看到 美国自己很着急 或焦虑自己本身的状况 某方面也是在学习 中国的一些 政策的做法 那么中国 在两会之后 各个部门 都积极地发力 落实相关的政策 您认为 从现在的政策 发力到现在 中国经济 有时什么变化 你们又如何 看到这些变化 就像刚才一开头 提到的 最近经济指标 出现了一些小阳春 特别是生产端的 工业 投资 出口 是比预期中来得强的 所以最近我们也把 对中国经济 今年的预测 进行了上调 从去年底 觉得今年可能是4% 出头的经济增长 现在上调到4.8% 尤其是一季度和上半年 一季度可能高达 接近5%的增长 上半年也超过5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 增长的势头 比想象中强一些 有个小阳春 但是我们也比较理性地看到 这里面增长的重要的源泉 是来自于出口 来自于生产 那么尤其是美国经济 也最近是任性比较强 带动了全球对美国的出口 那中国作为中间 出口竞争力比较强的 所以一季度我们的出口 价值增长大概8%到10%之间 量的增长在接近20% 这就显示了中国出口 带动了一季度的强势的 经济增长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内需 可能还是要做很大的工作 尤其是不管是从老百姓的 消费需求 服务业 再到国内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 还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制约 所以从这个节骨眼上来讲 你提到两会之后的工作重点 我相信后续对于消费行业的支持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的 中国三月份CPI数据 环比来说是下降一个百分点 从这个状态来说 是不是确实内需 还需要好好的去再发力一下呢 是 我想最近大家看到两个通胀的数据 一个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一个是中国 似乎出现了那边 通过膨胀压力居高不下 我们这边反而是物价有些下行 比较疲软 这种双方的对比比较鲜明 那回过头来讲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需 尤其是消费需求 可能还是面临信心不足 就业等等的形式不够明朗 所以大家有一些预防性的储蓄 消费降级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还是需要在下一步的财政 货币等各方面的宏观政策发力的时候 主要把焦点投向消费 支持居民 那么这一块呢 我想短期会有一个叫消费品的 以旧换新 包括了家电 汽车 但是中长期而言 我们也建议是不是能够通过比较大的动作 对社保体系注入我们的财政的储备 来覆盖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 让他们享受到对医院教育和公共住房的 这种社保福利 从来去打消他们的身后之忧 来使得这种整个消费倾向能够被释放出来 我觉得这块提振国内消费需求 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 减少后顾之忧 让这一些农民工或者是城以外的居民 能够释放他们的消费力 另外看一下在美国方面的3月份CPL 在星期三公布出全球金融市场都乱了 最主要是他们认为美联储今年可能就是降息 最多就是一次甚至还会再加息 你怎么看美国现在的经济 美联储现在在今年 真的会不会反而变成是加息了呢 我想从去年底开始 咱们在交流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观点 就是美联储可能这次不着急降息 会让子弹飞会儿 那现在海外的观察人士就把这个总结为 所谓的higher for longer 就是美国的利息 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会明显的下行了 这背后的根源之一 就是美国现在可能是一个高增长 高通胀的新的发展范式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美国可能跟90年代有很多相向之处 首先是科技 其次是人口 科技层面出现了AI的产业变革 有点像90年代的互联网的风暴 通过互联网革命提升企业的投资 最终来提升生产率 使得它的潜在增长比过去要好 第二点则是人口 现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新移民涌入的现象 它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一统计 过去两年多 每年新进来的新移民300多万 比过去的一年100多万高出了200万 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它的经济也有一定的支撑 所以最近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和通胀数据 为什么居高不下 这背后跟它企业如火如荼的投资于 IT设备AI相关的产业 以及人口的增长也比较快 带动了经济增长潜力是有关的 这都跟90年代非常的相像 那我们回顾90年代 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在当时 大幅的连续性的降息 因为高增长带来了通胀水平 可能不会大幅的下降 同时它的经济也能够消化 相对比较高的利率水平 我觉得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 为什么大家说Hire for longer 本质上还是由于IT革命和人口 带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潜力 目前还是比较有韧性的 所以利率一时半会 可能降不到市场想象的那么快 那么大的降幅了 我想市场对于美国现在的经济表现 一定是很多的混淆 比如说究竟美国的经济这样的好 通胀这样的高 是不是有风险存在呢 如果表现在商品市场来说 像是这个黄金的表现是最具体的 2000多美元 2500块到2600了 这样一个状态 是不是市场其实也判断不清楚 美国的经济表现会是什么状态呢 我想大家肯定都是高度的关注的 尤其是美国今年还有一个大选 美国大选11月份之后呢 大家会关注它的政策的变化 现在的架势就是通胀压力还居高不下 如果大选之后 比如说是白宫一主了 换成了共和党 那共和党可能会倾向于第一烂对外 通过关税等等形式 把这个贸易壁垒对得越来越高 对内冷共和党比较喜欢减税 让企业的税率继续保持比较低 但这年者是否会造成一定的通胀的压力 进一步的使得大家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的担忧增加 所以我想对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的 后面遇到的这种风险呢 也要有高度的认知 但是总的来讲对中国这是个双刃界 一方面呢美国短期可能降息的幅度不及预期 美联储让子弹飞火 那可能对亚洲经济体来讲 美国的利息高美元比较强 不见得是个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呢 美国的需求又比较强 使得我们出口当前比较强势的现象 对经济的贡献还能保持一段时间 谢谢邢自强先生到节目当中来 做好准备应对风险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